民進黨台北市的立委補選的候選人 胡怡濃今天上午是公布他的競選主視覺以及海報 那麼其實他剛剛也介紹到了說 他這一次的海報有兩款 一款是他的大頭照 另外一款呢就是一個素描的人像 他說這一次的這個主視覺 他有一個行動準則就是Vote for Change 投票改變 那麼這一次呢他也提到說 他的壯貨台灣的一個競選裡面呢 有三個就是國家安全競爭力以及國際化 那麼今天的這一個競選的主軸的發表會呢 他也找來的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以及王世堅來幫他助政 那麼目前呢邱威傑正在談論 他為什麼來支持吳怡濃的這個理念 包括呢因為吳怡濃提出說 這一次不化看板不化旗的一個理念呢 這個環保的一個綠色精神 可能也是邱威傑在台北市議會任那時候 所提出的一個主張之一 所以他認為吳怡濃的政策是可以去落實的 我們而且還會說就是 吳怡濃也是一個真正打破 台灣藍綠色違的一個指標 但你聽一下目前邱威傑的最新談話 他個人的道德勇氣跟個人的這個政治上的高度 提出了像這樣一個建言在數天之前 然後對於蔡英文總統 所以我想這個吳怡濃呢 他也可以說是民進黨內部的一個良心力量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不只是因為說 他是一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而是因為他是代表民進黨裡面的進步跟良心